临出门时 子追了出去 对着婷婷大声道 你若捉到脚 可否带回来给我看看 好呀 好呀 婷婷回过身 绿色的裙子在风中摇摆着 那一刻竟还有些好看 她挥了挥手 笑盈盈地冲子道 我定捉一个脚回来给你看 说话可算话 子还不放心 跟着往前小跑 婷婷说话 一言九鼎 婷婷笑 子也在笑空明的天光下 凌峰把他们的笑声送了很远 婷婷语愿走后 就再没回来 起初几个孩子还日日惦记 希望某一日 婷婷真的能给他们带回一只脚来 每天总会问上好几次 子还常常跑去西沟 站在比她还高的芦苇边 点着脚向着林子望 再后来 渐渐地就问得少了 几个月之后 几个小孩似乎就把脚这事彻底忘光了 可小妖却一直莫忘记听听 她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听听奇怪的打扮 还是骨子里透出的没有一丝心机的单纯 让她有了些挂念 许是大抵相同的缘由 安婆婆偶尔也会突然地叹息一声 那去捉脚的两个人 不会让脚给捉走了吧 日子就像七度的溪水一样 一日不落地流淌着 西边的芦苇渐渐白透了 秋逸也以相同的速度日渐浓郁 晚饭后 林子上空的云层渐渐暗淡下来 天空像被一层透明的琉璃罩着 透着灰白的光 有一场暴雨 安婆婆站在屋檐下望着对面的林子说 果然一会儿 天空最后一线灰光被乌云卷到灵层边际 剧烈的狂风压着无边无际的灵涛又一层层卷竹回来 景观好了所有的门窗 只听见风带着树枝不停地击打在屋檐与门窗上 雨声轰轰 铺天盖地就像一张巨大的嘴 在吞噬着整个七度 好大的雨 坤放下手中链子的笔 侧耳听着 很兴奋 子鹊跑到井跟前 害怕得不行 爹 我感觉我们的屋子会被吹掉 他惊恐地抬头 盯着屋顶一动也不敢动 景微微笑了笑 摸了摸子的头 放下手中的书 将手往桌上一身 瞬间一盘红艳艳的柿子出现在手中 子儿给娘端过去 再问问娘肚子饿没有 要不要再吃一些糕点 看见她还很害怕 景道 爹以前告诉过子儿什么 我们家就只有娘一个小女子 我们三个都是男子汉 心里害怕的时候 就更应该去照顾娘 保护娘 对不对子儿 小妖停下编著一书的笔 忍不住笑起来 子儿端着柿子 听着屋外噼里啪啦的哄响 身吸了了一围气 快步跑到小妖面前 娘 柿子 谢谢子儿 小妖将儿子抱到膝上 选了个大的给她 转身对昆道 昆儿也过来吃一个 再去给爹爹一个屋里烛光飘摇着 晃来荡去 风雨中 传出一阵阵低雨 又一阵阵娇撑与笑声 风在半夜停了 雨还有些稀稀利利 天未亮 左耳就开始收拾满地狼藉的院子 忽然 她警觉地扭头 看向篱笆外 那里的美人胶横七竖八 狼狈地倒扶着 地上满是段落的树枝与落叶 在湿答答的美人胶叶片下 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在慢慢地慢慢地蠕动 左耳上前 就看到一双骷髅般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 仿佛使着全身的镜 支撑着直直地看着她 左耳这一生杀过无数的人 没有眨过眼睛 那只不过是手起刀落 买卖人命 却并不折磨人 但此刻 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她心里打了寒颤 小妖 井 她冲屋子喊了一声 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小妖与井文生小跑过来 借着天边微亮的晨曦 看见泥地上躺着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像人形的骷髅 这人双脚脚筋看着似被人挑断 也许是长时间在地上爬行 身上的衣物全部都被磨成了腐朽烂蕾的条状 身子几乎裸露在外 仅是一层皮的皮肤 早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构积着漆黑的泥沼 血水与草精蚕子 也许一直在用膝关节支撑整个身体爬行 双腿膝盖被磨出了白森森的骨头与腐肉 昨夜那么大的风雨 难以想象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从什么地方来 又将要去什么地方 小妖的心颤抖着 蹲下身子 那人看见小妖浑身静蓝颤抖 仿佛在用最大的力量支撑着面目全非的头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竭力地 仿佛想说什么 颈弯下腰 小心地抱起她 她却死死拽着颈的手 嘴里依旧呵呵地发出嘶哑的声音 颈把耳朵凑到她嘴边 听她仿佛说的是 孩 孩子 救 救我孩子 然后身体努力动了动 手指几乎要掐进颈手腕处的肉里 好 知道了 颈愣了一下 腹又温柔的低语 我们会救你的孩子 那人闻言 瘦如柴骨的手指从颈腕松开 整个人坍塌下去 颈颈闭着唇 一言不发 抱起她飞快地往屋子里走去 苗仆 快烧热水 小妖急急地吩咐 左 拿干净的毛巾 茧子 酒 药香 众人收起惊恶的目光 飞快行动起来 造孽呀 这是谁家的孩子 安婆婆将拐杖用力地储着地 造孽呀 小妖用茧子 剪去了这人在身上纠缠如履的衣物碎片 才发现 她是个女子 她看了看景 景视若无睹 小心地用热水 倾视着女子的身体 她的眼睛安静而专注 看着这样的景 小妖心中 涌起了一阵暖意 随着景帕子每一次的擦拭 女子身体上的伤越来越触目惊心 有野兽咬过的牙印 有刺藤划过的细密伤痕 有尖锐岩石划破磨开后形成的浓疮 这是小妖第二次去面对一具伤痕累累的躯体 第一次的时候 还是景 她好像说有孩子 景看着这具只剩骨架的身体 低沉地说完就肩磨了 小妖拿起来人的手腕枕脉 其实根本就不用枕 这种身体状况 怎么可能保得住胎儿 小妖摸了很久才找到脉 果然是流产的症状 看着这女子变了形的身体 小妖内无比创然 她 也许是靠着腹中的胎儿才支撑到现在 在那么可怕的境遇中 她还想要保住自己的孩子 只可惜小妖眼圈红了 景没有问小妖枕脉的结果 只是一言不发地 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子 红了眼圈 小妖 苗仆在门外叫 声音有些颤抖 小妖正了正 走出门去 看见安婆婆在哭 苗仆也在哭 左耳低着头 小妖 你看这个 苗仆举其手里 从女子身上 剪下准备扔掉的衣服碎条 是听听 苗仆盯着小妖的眼睛 续着泪的眼睛 盈盈地闪着亮光 那些黑得面目全非的衣服烂缕上 依稀可见绿色的碎花 还缠着些似乎粉色的细条 小妖眼睛一片模糊 眼前仿佛出现了 听听离开的那天早晨 她在空明的阳光中转身 绿色碎花的裙子 在风中翻飞摇晃 煞是好看 仿佛看见她挥着手 大声笑着说 我定捉一只脚回来给你看 听听说话 一言九鼎 风把她的笑声和子的笑声 传得很远很远的娘 她是谁 半嗓 小妖身后传来子怯怯的声音 小妖扭头看着子 笑了笑 眼泪却不小心掉到子养着的 小小的脸上 好了 鲁瑟